这两天美国上演的大戏是越来越精彩 7月9日 美商务部部长罗斯刚宣布解禁华为 今天美国就调转枪口朝法国开枪 如果只是这样那还不算戏剧化 今天美媒们都在疯传 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在敦促美企们赶紧申请 与华为贸易的许可证恢复贸易关系 姆努钦认为 如果美企集中向商务部申请与华为交易 会给商务部更多的压力 从而进一步减少出口限制 昨天美商务部部长还不情不愿地宣布解禁 今天美财政部部长竟然又催着 大家赶紧恢复于华为的贸易往来 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这戏剧化的一幕 其实展示的是美国经贸磋商成员的分歧 今年开始的中美贸易磋商中 美国代表团中有五个关键人物 莱特希泽 他是特朗普的主要贸易顾问和贸易问题发言人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 姆努钦 美国财政部长 前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 纳瓦罗 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 罗斯 商务部部长 特朗普经济顾问 库德洛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 为特朗普提供经济政策建议 姆努钦是白宫经贸团队中的歌派 也就是温和派 他一直认为中美贸易谈判前景光明 并且希望达到双方共赢的局面 在G20峰会前的紧张期 姆努钦就经常与私营部门企业的首席执行长交谈 我们可以从现在姆努钦的态度大胆回想 也许此前美科技巨头突然向政府施压 就由姆努钦在背后推动 相比于姆努钦 商务部长罗斯不算是鹰派 从罗斯本人的政治性格看 他更像是一个执行者的身份 而商务部也是更偏向于一个执行部门 主要负责经济数据的统计和公布 进出口商品的管制 国外直接投资 进行经济调查以及社会调查 专利管理 美国对外贸易的安全 也是商务部来负责 因此在对华贸易态度大方向上 罗斯只会跟着特朗普的意思走 自然是配合演戏大于真心 不得不说 美国为新一轮磋商准备的见面里 还是挺丰富的 7月9日 美国政府还宣布将免除 从医疗设备到关键电容器等 110种中国产品的高额关税 另外10日 美国内政部表示 在对大江无人机进行的15个月严格评估中 没有发现数据在系统外传输 大江已通过美国内政部的官方测试与独立验证 大江产品的民用版和正企版都可以继续在美销售 为啥小编给丰富打了引号 因为这是美国套路 据美媒调查 为何美国在这些领域给中国亮了绿灯 是因为在医疗设备和无人机为代表的这些领域 美国很难找到其他国家来替代 中国的产品性价比比较高 美国只不过是 赶巧在新一轮谈判前卖个人情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